话说天下大势 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 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 等极致的社会 儒家文化 掌幼尊卑 高低贵贱 远近亲疏 势农工商 是吧 今儿咱们聊聊谁呢 聊几位大咖 是吧 几位爷 这几位爷都有谁呢 一共八位 我这可做笔记了 各位朋友 我这可做笔记了 我可不是糊弄 大家看看我这做的笔记 小字是刚做的笔记 大字是以前的 我上学的时候 我的字体就是别人的三倍大 看见了吗 做各种笔记 我是一个认真的人 虽然没有收入 说句糙话 我这叫阔小姐开窑子 不为挣钱为了过瘾 这八位有谁呢 这八位当中有部分人 跟我有一定的联系 司马南 司马南真名于利 也六十出头了 出生于哈尔滨 祖籍山东 父辈或者祖辈 应该是闯关东去的 司马南我不认识 他大舅哥或者小舅子 他不是娶着刘少堂的闺女吗 刘少堂的公子刘松罗 我认识啊 在北京 西单 请我吃饭 我们聊的挺好 基本上算忘年交吧 因为刘松罗应该比我大十多岁啊 然后司马南 我还真见过他 十多年前 有一天晚上 我带着我老婆儿子 去宽肩的白魁老号饭庄 那是个清真广啊 到那吃点饭 都快打烊了 这个人家店里边很多灯都灭了 司马南进来了 带一小姑娘 我也不妄加揣测 人家跟小姑娘什么关系啊 反正小姑娘看着不到三十岁 但是也不是说二十出头吧 看起来像个职业女性 司马南那会应该有四十多吧 然后我盯着他看 他也冲我笑眯眯的看 可能希望我上去说 哎呀大咖 那个您是我的偶像 我也没有 出于我的自尊 出于我的矜持 是吧 当时我是买了他的书 他是给那个 揭发尾气功吧 上下两册 那会他身上没有什么左右派啊 政治光环啊 没有啊 后来就司马家头 是吧 他说反美是工作 赴美是生活 他的孩子应该是在美国 啊 这是一位啊 第二位是戴旭 戴旭是河南民权人 是吧 戴旭呢 我不认识 但是我的一个姐妹 我的姐妹日本留学回来的 在全国文联 中国文联 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 外联部工作 呃 那一段时间 外联部很重要啊 跟各省文联 联系这些作家 这些艺术家 所以他那位置挺重要的 所以那会儿戴旭 经常来找他 他认为戴旭 他不认为戴旭是军人 戴旭穿着军装 他认为戴旭 就是一个写书的 就是一个写书的 呃 写书为了赚钱 就那么一个人 然后我自己的亲姐夫 我不是有仨姐一哥吗 我三姐夫跟戴旭认识 我三姐夫原来在国务院 呃 机关事务管理局 所谓的国管局 国管局有一个杂志 叫中国行政管理 啊 中南海院里还有一个杂志 叫紫光阁 府又街还有一个杂志 叫中华英才 原来我的客户 我姐夫在中国行政管理杂志 国管局的在那工作过 后来我姐夫在门头沟 自己租了一个 五十亩地的大院子 原来是一个国营工厂 上百间房 可能有三百多间房 他租了有二十多年 最近拆迁了 给了他一笔补偿吧 他走了 他那弄成了 好像国管局 还是什么国家后勤行政管理学会 类似的组织的 一个什么书画研究基地 因为我三姐夫 他是师范毕业的 他画画也不错 他结交了一大批文人 也包括了很多演员 什么说相的 演电影的 也包括什么那个谁 邓建国 搞一个影业公司 那个也经常的拨眼球 什么要娶一个十九岁小姑娘吧 反正这邓建国广东人 这都认识 戴旭也去我姐夫那 其实理论上我都能认识他 但是我也没兴趣认识他 戴旭河南民权县人 民权县还出了一个大名人 谁呢 许志勇 许志勇我是见过的 我当年搞过业主维权 北京市各小区的业委会的人 我们有一个组织叫业申委 相当于澳申委 澳委会的申办委员会 我们是北京市业主委员会协会申办委员会 我们报到了主管副市长陈刚那 陈刚说研究研究 这研究了多少年了 也没给我们批 也没关系我们以业申委的名义开展工作 北京市的官面上有官方面还真是没拦过 甚至有的时候北京市驻建委什么的 他们下面比如说驻建委还有什么物业专业的委员会 什么房地产的专业委员会 有时候北京市驻建委还派官员现场观摩 反正当然他这种观摩吧 可能也带着好几个目的 包括北京市的 北京市社科院 中国人民大学 北师大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那个系主任沈元教授等等 他们也都对我们有所支持 包括很多媒体 我当年维权的事也上过媒体 业主维权也上过二三十家媒体 包括报纸 包括网站 然后呢 这个 咱们说就这就是代序啊 代序就是出书 挣钱 收割智商税 迎合大家的高涨的爱国热情 就这么点事 司马南一样 说的难听点 他们叫一秋之鹤 说的好听点叫志同道合 还有曹勇 曹勇也是河南人 河南新县 新旧的新 许是有啊 许和尚 许是有上将 南京司令员 南京军事令员 邓小平的爱将 张国焘的爱将 红四方面军的 许是有新县人 曹勇 娶了日本老婆 在美国也混过 十来年在日本也混过 画画 画的都是爱国主义题材 这个华表 天安门 虎口瀑布 兵马俑 那一张画卖六百万 实际上他们都不是 左派 他们都是极端的右派 这个曹勇 跟司马南是朋友 私下说过 说我跟司马南都认为 中国人是傻逼 就应该蒙傻逼 骗傻逼 还得挣傻逼的钱 傻逼还得对你 顶礼膜拜 这傻逼指的就是爱国群众 就是真心热爱这国家的 当然他们不知道怎么才是理性的 真正的爱国的 这样的十亿以上的人 就挣这些人的钱 这个是在一个叫什么 酒店叫至尊君悦酒店 他们聚会 我的一个朋友参加了他们的聚会 后来跟他们认识 还去过曹勇的别墅 曹勇的豪宅吧 不一定是别墅 应该是在西边 石井山 应该是八大处香山那附近啊 应该是 我只能说应该啊 你让我确做的 确凿的 我做不到啊 张昭忠啊 祖籍是河北苍州延山县 张昭忠 海军的少将 国防大学的教授 张昭忠也跟我那个朋友 我那个朋友是做出版业的 私下他们有个交流 包括张昭忠上央视 他是这样啊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上央视 央视军事频道 有一个军事专家的 媒体的专家组 就是说能上媒体的 就那么几个人 张昭忠 防兵 有引拙海军的装备论证中心的少将 防兵 张昭忠 尹卓 戴旭可能原来也是 还有一个陈虎 陈虎大校 陈虎大校应该就是 他也是军队的 但是他表面上 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是新华社军事部的主任负责人 实际上我想想他应该是 如果他是解放军宣传 宣传中心的 过去有个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 那是总政的 如果他要是军事科学院的 也有可能 国防大学的也有可能 反正他是穿陆军军装的大校 但是陆军军装的很多军人 是总部 不管是三总部 四总部 八总部 总部的很多军人 军种的色彩不浓厚 他们穿的是陆军军装 这个我是懂的 包括最早的国防科工委 后来叫总装被捕 他们一律圈陆军军装 没有自己的军装 包括第二炮兵 现在的火箭军 张昭忠 据听说 据我那个朋友转述 我没听到 但是我相信我那朋友 我没有理由 他没有动机 说假话 说张昭忠私下说 如果再跟日本开战 还是甲午战争 那意思中国还可能失败 我基本上也同意 日本的那个八八舰队 挺厉害的 日本的空军 也都是美国的给的 F系列的战斗机 也是相当的棒 其实大家别恨美国 为什么说别恨美国 大家想想 德国法西斯 意大利法西斯 意大利不算了 忽略不计了 猪队友 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纳粹 都是美国打败的 然后美国在欧洲 主要在德国 亚洲主要在日本 还有韩国 过去还有台湾 菲律宾 有驻军 是什么意思 是美国人 保障了世界的和平 保障了 不让这些 法西斯 东山再起 死灰复燃 如果没有美国驻军 压在日本 正在日本 正在那 压在那 日本的军国主义 很容易复苏 对吧 说你中国有核武器 日本的技术 研制核武器 很快 他就研制出来 对他来说 对日本 这么好钻研 这么好强 这样的民族 这不是个大问题 这不叫个事 所以美国人在这 是吧 日本都不能叫正常国家 严格来说 德国也不是 美国人一直 在替全世界 尤其是那些打仗 不行的国家 也包括中国 中国要真牛逼 抗日战争 咱不说918 那算东北局部抗战 就是全面抗战的1937年 我是研究过的啊 1937年 卢沟桥之后 打了四年多 中日之间没宣战 大家知道吗 没宣战 一直到1941年12月6号 日军 偷袭珍珠港 隔天 隔天 还是第二天 还是后天 反正一两天之内 美国国会向日本宣战 蒋委员长 蒋介石在日记里特别高兴 欣喜若狂 说有救了 有救了 赶紧跟着美国 向日本宣战 跟着美国向日本宣战的 40多个国家 大量的美元 不是钱 不是USDollar 美刀 是美国的援助 当然也包括美刀美元 大量的军事经济援助 来到了中国 驼峰航线 滇缅公路 对吧 这个是事实吧 这个谁也否定不了吧 对不对 包括卢沟桥 大家知道吗 29军 29军说是抗日没错 但是一直想跟日本人搞妥协 当时宋哲援膨胀了 南有蒋委员长 北有宋委员长 29军撤出北平天津 跟日本的华北驻屯军 多田郡是有 有妥协的 双方是有协议的 走的时候 没有全部撤走 还留下四个团 维持治安 最后这四个团 结局是什么 跟日本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是缴械投降了 还是改变成伪军了 还是经过某种的安排 往后方撤退了 现在我查不到任何资料 所以大家要理性的 要多多的动脑子 多琢磨琢磨 再下结论 是吧 另外说这个 刚才说到谁了 刚才说的是 这个戴旭 是吧 我的朋友和我的姐夫 跟他都认识 对吧 他私下 是吧 他说的话 是吧 他就是一出书的 戴旭说了 戴旭就在那个 那个酒店 叫至尊军乐酒店 五个人的小规模聚会 说了 说中国应该有一场 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 那他说这样的话 他是军队的大校军官 他是CCP 中国共产党党员 他这么说 算不算高级红低级黑 算不算跟党两条心 对吧 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说的 忠诚不绝对 就是绝对不忠诚 他是不是团团伙伙 阳奉阴违 是吧 这种叫什么行为啊 我突然想起一个词 变脸 川剧 川剧的精华 川剧里边最精髓的瑰宝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世界级的变脸 这些人就是变脸 他们就是两面人 就是双面人 就是说一套 做一套 阴一套 阳一套 对吧 这种人将来非常有可能成为带路党 成为攻破堡垒的内部力量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中国共产党就警惕了 中国共产党就警惕了 内部有多少人 可能成为 包里斯 叶利钦 可能成为米哈伊尔 戈尔巴乔夫 乔夫 乔夫 乔庚的哈 不对 那叫庚夫 乔夫 戈尔巴 乔夫是 打柴的 说到乔夫 戈尔巴乔夫同志 戈尔巴乔夫也不是一般人 也是红二代太子党 戈尔巴乔夫 他是女婿党 他取的谁啊 取的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部长 葛罗米科的侄女 赖莎 赖莎他西方人 结婚之后 从夫姓 赖莎 戈尔巴乔娃 实际上原来是葛罗米科家族的人 还有这个胡锡进 是吧 这两天我看到有个帖子 说胡锡进的儿子 是加拿大国籍 胡锡进否认了 说我没儿子 我就一闺女 胡锡进也河南人 林汝 林汝县 现在叫汝州市 另外呢 这样的人很多 金灿荣 金灿荣这两天又开始大放厥词了 还说湖北武汉随便一个官员到欧洲能当个副总理 我觉得这种人是疯了吗 北京话叫吃了蜜蜂使了吗 是吧 有病吧 你说这种话 这不是屁话吗 对吧 那我还说呢 我还说我还能当总理呢 有人用你吗 人家欧洲国家跟你中国这体制 这文化 这传统 是一回事吗 这种人就叫耗子 扛枪 窝里横 就在自个家里边 大放厥词 吹牛逼 还有宋小军 宋小军他们几个人合着出书 中国可以说不 哎呦 在这书摊上热卖 几百万册 上千万册 人家点票子 点的手都软了 高兴 是吧 宋小军的单位啊 叫建船 建船知识 他好像是网络版的主编 这个建船知识 这杂志我经常买 什么航空知识 兵器知识 坦克与装甲车辆 啊 这我经常买 他的单位是 中国传播工业总公司 综合经济研究院 在学院南路 是我原来的客户 还有宋鸿兵啊 货币战争 宋鸿兵也是骗人 是吧 最后他给人乱出主意 让人家投资有损失 有人还要揍他呢 他们这些人 有很多特点 有几个特点呢 我给总结了 至少11个特点 第一 他们都有高知名度 活跃在舆论场 著书立说 第二 他们都是极左派的面目 第三 实际上他们是右派 甚至是极端右派 第四 他们伪善 但是他们是生存必须 啊 第五 我是对他们 这种分裂人格 这种言行 某种程度上同情 当然 第六 我也一定程度上 鄙视他们 是吧 你应该言行一致 这才是君子 是吧 否则你可能就是小人 第七 这当中 我不确定 这当中 起码 很多人 司马南 到美国 不就是说 看他儿子来了吗 对吧 然后胡锡进 说 我有一闺女 没有加拿大 或者美国国籍 但是他没否认 孩子在西方 对吧 他们的子女 肯定 在西方 其实 这个也无所谓 我过去啊 经常去柳音公园 遛弯 柳音公园 两拨人 这老头啊 老太太很少 两拨老头 都在那个柳音湖 那个湖的北岸 有一个亭子 两拨人 一拨是北郊木财厂 现在叫天田家具公司啊 过去叫北郊木财厂 在那退休的一帮工人 这帮人聊天就是 那个金克龙 那个那超市 今儿那个韭菜又便宜了 这个牛奶 一袋便宜二分 这帮老头就聊这个 这帮老头 他们自己聊 有十来个 然后呢 还有一拨 铁道部的 中央电视台的 总政总参的 还有 包括有一些做生意 做的不错的 这么一拨退休的 这两拨人 都在这个凉亭出现 但是 水火不容 也不 他们也不是炒 但是容不到一块 不聊 北京话叫吃冰 拉冰 没话 那冰棍啊 吃的冰棍 没消化 直接又排泄出冰棍 没话 跟你没得聊 然后这两拨人 那拨人 比如说 还在这聊 另外一拨人在亭子周围 溜弯等着 等这拨人聊 聊痛快了 走了 这拨人站着地儿 我也是跟那帮知识分子聊 这什么铁道部的 铁道部那哥们 就是个导演 铁道部也有自己的 什么电视中心啊 这导演 我闺女在哪呢 澳大利亚 男朋友四川人 四川小伙子 你一问 说也有一个老太太啊 是老军人 就官太太 我说那您的孩子在哪呢 俩 俩闺女 一个在爱尔兰 一个在德国 全是这路子 所以说实话 如果司马南呀 戴旭呀 张昭忠啊 什么这这些人 是吧 包括孔庆东 是吧 孔庆东 刚才我没聊 孔庆东的第二任夫人 我也见过 社科院的 孔庆东跟司马南 跟余力 他们都是祖籍山东 闯关东的黑龙江人 是吧 你别看他说的那些观点 他私下绝不是这么说话的 他是为了利益 为了高升 为了钱 为了卖书 为了给儿女 攒到国外留学的钱 甚至本人到国外养老的钱 像那天我那个朋友 上海人 他是做军事方面研究的 他也说了 他们这些人 就是给儿女攒钱呢 攒在国外生活的钱 留学的钱 这个是第七个特点啊 子女基本上在西方 第八个 他们都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这个无庸会员都起码在这个中层以上吧 接近于上层的地方 是吧 有一定职位 第九 他们都有钱 他们著书立说啊 出书也好 出席各种活动也好 这都不是白那个什么的 像他们的微博粉丝 都是上千万 是吧 少的也上百万 像那个曹勇 卖一张画六百万 第十 他们是愚弄 愚弄国内的外的 国内外啊 海外华侨里边有很多人 也是被他们愚弄的 愚弄国内外的广大的 淳朴善良的 但是欠缺独立思考能力的这些 最善良的最普通的老百姓 第十一 他的本质 本质就是收割智商税 谁让你没有智商呢 谁让你没有独立判断呢 你就买我的书 你就成为我的粉丝 哈哈 感谢观看